从三个月开始呢 很多人都问为什么 什么车都反就是不反红牛这辆车 现在呢 如你们所愿 昨晚飞车正式官宣红牛 蓝牛 双声赞成 赤魂幽灵 极业优民 通通返场 这下是终于满足之前一直想要红牛返场的小伙伴了 那此次返场呢 客金车在9月20号开始 是野梦工厂的形式反场 而极业优民呢 则在9月21号也原方式礼包券形式反场 那么这些车红牛是唯一一辆还拥有a车国服的a车啊 就是正反11层嘛 但是好像大家喜欢红牛的原因不是完全因为它的性能啊 而是因为它的手感还有霸气的外形啊 那你们喜欢归喜欢 该提醒的我还是要提醒啊 这车强的地图不算很多 而且呢 强的地图大部分天行者都可以跑得很不错 所以你们要考虑好再抽哈 然后蓝牛是没有国服的 但是性能排名不算差 可以排在a车第10名左右 但是他也跟红牛一样 有着一般颜值粉呢 那这里呢 就要给想抽红牛或者蓝牛的小伙伴普及一下这个梦工厂的玩法了 这个梦工厂呢 是500块钱左右就可以充满450梦想值 然后450梦想值呢 满了之后就可以随机获得一辆a车 那其次呢 500块钱抽到的道具还可以兑换400左右的碎片 买600碎片呢 就可以兑换一辆你想要的a车 所以呢 这个模式几乎相当于买二送一 也就是1000块可以获得三辆a车 那么你只想要红牛和蓝牛的话 要抽800块钱左右 那么如果你没有成功车的话 也可以选择一个双生战神和红牛的组合 那双生战神虽然说现在排名十几二十名 但是他在腾空图的地位还是挺高的哈 好的 以上呢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建议啊 最后呢 再次提醒大家一句啊 这些车只适合有钱人去搞 如果你不是为了收藏的话 那么这些车很可能啊 你玩完就腻了 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收看 喜欢呢 可以关注点赞投币支持一下